参与的 但这部分我是觉得是 未来的趋势 那对大家来说 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症状的时代 你不管你求学也好 或者是你的找工队也好 你没有症状 很抱歉 你就没有机会 连机会都没有 不是说你有症状 就等于你一定会 会搞到好的学校 或者是找到好工作 但是如果你没有症状 可能你要上好学校 除非说你统策的分数 搞得非常的高 才有办法 录取到比较好的学校 但是现在未来教育部的方针 教育部的方向是这样的 他尽量希望说 以后分发的数量越来越少 然后呢 推增技优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以后 你们要进到好学校 凭考试越来越困难 也就是说你们毕业的时候 假设你要有比较好的机会 我是强烈建议你们 一定要拿到症状 那症状类呢 最重要的是一个门槛 以及这个是一个门槛 如果你要上好的学校 我觉得你已经要拿到 为什么它有加分 还有一些技优是门槛 就是说你要参加的话 你没有一机软体应用的话 那连参加技优的资格都没有 那除了症状以及症状之外 可能你还要跟其他还比较 因为技优不比那个 就是说同色的成绩 应该我刚刚 我刚刚跟黄老师聊一遍一样 就是说比什么呢 比技优的意思是说技艺优先 也就是说你哪一些是比别人更优秀 那你们应该是资管科吧 资管科要比什么 那比你的其他的电脑技能 有没有比别人更优秀 还有在学成绩有的学校也会看 那就是说其他比较之下 或者是说你其他有关 可以足以证明说你是比别人优秀 你就被募取了 即使是这个比较好的学校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呢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就开始鼓励学生 一定要考证照 为什么呢 你要上好学校 必须要找好工作 绝对都是需要证照 那怎么办呢 以老师鼓励学生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是什么 考给你看 那你会学 你会可能随时会问 老师你自己有没有考 你自己没考过 你要叫我们考好像有点困难 是不是 那我敢说我这一张证照 我已经拿到 而且我92年 大概 今年 今年前就已经拿到 而且 我也出了一本书 在左下角 这边有一个图 这张小图就是我书的封面 就是这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我自己出的书 那当然我也希望说 你们如果没有买书的同学 如果要用的话可以用这本书 我建议用 当然是自己推荐自己 那至于你们已经买的同学 那就那就看你们自己 当然书子是一个辅助 最重要你要花时间练习 那证照是绝对必要的 尤其是你们 连一张证照都没有的同学 那更是需要 我调查一下 这边有 有证照的举手 不管哪一集 那有 有两张以上的举手 有三张以上的举手 有五张以上的举手 有五张以上的举手 五张喔 五张以上的 五张的喔 五张的喔 有十张以上的举手 十张有吗 十张一个举手 两个喔 哇 错了 十张你拿十张可以讲一下 十张你拿十张可以讲一下 好 有十ame 也是 软 Block ались 这都要用 有四张 ,有五张 一张 五张 三张 �я负用 十八月 셋 莫斯 莫斯基 基督斯 那当然症状不嫌少 那你这样相对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了 如果将来你非基优的话 你除了跟你自己搬上同学 也会跟外面的人比 那如果说你比较之下 你比别人还要更多的话 更优秀 那相对的你的机会也应该自然更多 那这边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 症状就不嫌多了 反正有时间就可以练习 另外就是说我的经历部分 就是 担任过程式设计师工作 后来都是在从事 就是教学 其实各个领域都有接触 那目前的话 目前是在公务大学 中文系 还有原子大学 还有文化大学 宝工大学 另外有11电脑 那都是 大部分都是接触的 这个年龄成绩 蛮广泛的 那五官生倒是没有 五官生倒是没有 所以我对 但是有接触蛮多高子生的 那高子生 我接触过的 今年有上 国立大学也不少 那国立大学呢 他也有用技优的方式 推上的 他的总色成绩 好像才400多分 可是他可以推上国立大学 他是用技优的方式上的 他是用自己的 这个技能 他考了蛮多的证照 而且花了很多时间 在他的书面资料上面 所以他可以用 就是说呢 他可能在学校的成绩不是很好 可是却可以推到 比较好的学校 那再来 我稍微讲一下 我们课程里面 课程的介绍 第一个的话呢 我稍微 刚刚有提过 民国92年 我通过这个考试 那我们的上课的方式 可以分析题目的重点 让各位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